哈喽大家好我是洪耀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想要来回应这个巫统最高理事 摩哈马普派的一个讲法 是什么样的讲法呢 我们先看这个新闻 那这个新闻呢 就是这个延续啊 林吉祥呢 在这个英国的留学生群当中 他就有说这个 他相信呢在百年内呢 会有这个非巫裔啊 非马来人成为这个马来西亚首相 那讲完之后呢 就引起很多方面的这个炮轰 当然这个在野党国盟 当然是会挑起这个事情 说你看这个行动党 他们执政之后呢 就会有这个马来人的权力不保的这个讲法 那巫统自己本身呢 因为他们也是靠这个马来票的嘛 所以呢他们也是坐不稳了 就连自己的这个游党 巫统的最高理事呢 有很多人啊 帮东就包括这个 穆哈曼普派啊 他就说 哎林吉祥你要记得呢 这个我们这个马来人成为首相呢 是一种社会的契约 就像是这个华诞小一样 其实呢 他说这个宪法当中 是没有保障这个华诞小的 只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契约的关系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执政这么多年来 我们这个马来政治领袖呢 都从来不曾关闭华诞小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 主要是回应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这个 妈妈普派应该是没有做好功课 好 因为华诞小到底符不符合宪法 受不受宪法的保障呢 哎 好巧不巧 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法律就在司法界当中呢 是有一个定案的 在上个月11月尾的时候呢 其实啊就是这个上述庭呢 他就去审视啊 早前有四个单位都是一些马来团体啊 他们就是上述到这个法庭当中去说这个华小跟弹小是不符合宪法的好 那上述庭最终的裁决是什么呢 他是说啊 其实在宪法当中的这个152-1-B条文呢 他就有说这个国内华小和弹小使用这个华文和大美文作为这个教学媒介语呢 是符合宪法的啊 也就是说这个宪法当中是符合 或是说另一个层次来讲就是保障 而且在那个文件当中当然很长啊 大家可能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读 那这里头有讲的一个概念 因为当初那个去提出说这个华弹小 他们是不符合宪法 然后当初这个立法写这个所谓的这个宪法的人呢 他是有意要将这个华弹小给关闭掉的 可是上述庭的那一些法官是觉得说不可能 如果真的是有意图要将他们关掉的话呢 一开始的时候当独立之前这些华弹小存在的时候 他们就会转化他成为这个一般的这个国民这个中学 或是国民的这个小学 所以呢这个案件或是说这个条文就说明了 其实我们国家本来就保留了一个空间 让我们的这个华文小学跟这个大米尔小学呢 用着各自的这个母语啊 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教学媒介语 所以呢 这个姆哈玛不安啊你要说这个宪法当中没有写明这个保护宪法吗 他可能没有很明确的写啊 滑小跟淡小是可以存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国土当中 可是根据刚刚讲的这个司法的这个裁决啊 一五二支一支B条文呢就保障了大家使用这个母语教学的这样子的一种权利 你说他难道没有保障吗 诶宪法是有写明的 而且呢还要是有人这个问到这个上述庭有没有违宪 他说没有违宪啊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好的以上就是简短的针对这个巫统最高理事 姆姆普阿的一个回应 不过我觉得呢林吉祥所谓的这个百年内呢 会有这个非马来人成为首相呢 看来好随着他这个被警方问话 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马来政客 不管是朝野政党都好都起来反对之后呢 我觉得也是没有那么乐观了 所以林伯伯我们还是持续的努力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红耀我们下期见拜拜